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6月28号 周二晚上的8点05分 昨天关于PCE公布的日期 做一个更正补充 周三公布的是一季度的PCE的中值 周四6月30号 才会公布5月份的PCE的数据 如果大家等待的是5月的PCE 要等到6月30号的周四 才能够发布 好 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市场走势 今天三大指数都是大幅的下挫 标普下跌2.01% 纳指100下跌3.09% 道指下跌1.56% 今天的纳中下跌了2.98% 三大股指都是创下了 自6月16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和百分比 今天的市场 其实我们如果看分时图会发现 开盘的情绪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高开高走 标普最多的时候涨到了1%左右 直到大概10点钟左右 一个关系到衰退的重要数据发布之后 市场高抬跳水是一路向东南方向 没有回过头 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造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数据 我们再去讲解它之前 还是来看一下关于市场对待现在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看法和观点 那么今天有两位美联储的地方的行长对于经济 对于衰退发表了看法 我们看一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表示 有两位行长说 尽管美联储存在 再次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 但官员认为 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不足为律 纽约联储的行长威廉姆斯和旧金山联储的行长戴利 今天都是说 必须给40年来最热的通胀降温 但也双双坚持认为 软着陆仍然有希望 特别是旧金山联储的戴利说 我不会感到吃惊 事实上我的预测是 经济增速将滑落至2%以内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并不会下滑到负增长区域 它这里说的都是对于GDP的一个预测 但实际上今天的市场 或者说今天披露的数据 似乎并不太关心美联储的官员在说什么 而且和他们的说法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今天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叫做美国6月份的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指数大家平常其实看的不是特别的多 今天我要重点去讲一下 这个指数它今天披露的值是98.7 不及预期的100.4 更不及前值的106.4 这个下降到的幅度是自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普遍的认为说 由于美国人要应对几十年来的最高的通胀 而且通胀的速度超过了工资的增长速度 家庭的信心依然很脆弱 现在那么随着美联储上调利率去平抑物价 借贷成本的上升也会一直像什么房产 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品的购买 所以整体上消费者这一块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表现的非常的差 另外美国资商会一年期的消费者通胀的预期 6月份是8% 就是6月份他们认为是8% 5月修正后是7.5% 而且根据他们的数据显示 未来一年的通胀前景会创新高 这是对于美国资商会的信心的数据的 其他的一些旁边的一些小数据 好 那么我们说市场跳水 10点钟披露数据之后市场开始大幅跳水 我经常以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讲到说 我们要确不确认衰退 就要通过一些数据来确认 那么其实关于美国经济是否衰退 通常来讲我们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一旦满足了这四个指标将会确认进入衰退 其中有两个指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第一个就是GDP的数据 大家都知道如果连续两个季度的GDP增速 是为负增长 那么这个是美国官方认可的 这个衰退的一个信号 第二个就是债券市场的 美国的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如果出现了倒挂 就是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如果超过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市场正在压住衰退的前景 或者说这也是一个衰退的前瞻指标 这两个是大家经常会看也会提起的 但实际上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大家并不常关心 但在业内是非常关注的 它们分别是CFNAI的活动指数 和刚刚和大家展示过的美国咨询会的 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今天来讲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说 它是一个重要的确认衰退的指标 这个指标今天披露的数据 已经符合了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衰退定义 这个衰退定义指的是 它这个值同比下降了15 我们看一下 今天披露的是98.7 2022年的6月28号披露的这个是98.7 我们同比2021年的6月份 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的6月份 这是127.3 127.3减去98.7 有没有超过15 有啊 而且不止15 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15的这个衰退 同比的这个衰退的情况 所以它是一个确认的符合衰退定义的 一个标准的指标 也就是现在呢 我们说有四个指标确认衰退 其中有一个已经得到了确认 这是市场为什么显得特别恐慌的一个原因啊 四个人打麻将 其中一个人已经一个已经是清代投降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去判断衰退与否的一个转折点 当然整个的二季度的GDP 我们回头当发布之后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连续两个季度的这个衰退的确认 然后再去跟踪 包括像我们谈到的债券的收益率 未来还能不能出现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持续倒挂 偶尔倒挂一下可以啊 但是不能持续的倒挂 特别是倒挂的这个利差呢 越来越大以后呢 就代表着衰退的预期和压注越来越明显啊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是今天这个数据给市场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恐慌 好 那咱们回到现在这个行情上啊 怎么去看待现在这个行情的问题 今天的这个市场呢 标普是再一次跌破了牛熊分界线3836啊 又跑到下边去了 而且呢 今天的成交量和昨天相比有少量的放大 能看到今天在跌破3836之后 市场的这种保护性的期权大量进场 也就导致今天的weeks大幅的上涨 其实市场现在就是围绕的这个关键位置 正在展开激烈的争夺啊 短期的趋势就从昨天啊 昨天没有下跌之前的这个位置的重心靠上 转移到今天一口气又跌破牛熊分界 现在变成了重心靠下 由于在今天最高点是3945 其实并没有突破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3836到4000的4000点上线 也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它没有突破去站稳 那么短期的防守区域 又再次回到了3600到3723点 那么目前的一个最小的震荡区间 就是3600到上方的这个4000 在这个范围之内 暂时在这两个区域没突破 或者没有上去 没有下去之前呢 先不看别的地方啊 暂时去看这个小范围的一个小小的震荡 预计随着本周接下来几天 包括还有鲍威尔的讲话 还有几个重要的包括PCE数据的发布 市场的波动依旧会比较的大 包括会随着这个消息面还有数据面的不断披露 这种行情来回短线不断的拉扯 除非你在做日内 如果你想长线去做布局 持续去把握一些持续增长的好股票的 如果在未来的几天有继续下跌的机会 大家需要去自行把握啊 我这也只能给大家提醒到这了 特别是你有仓位还比较富裕的情况下 然后呢你自己的这个计划长持的好股票的计划 你也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可以自行考虑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ETF 说一下 今天的这个ETF的这个整个的板块 11个标普的大板块上 只有能源板块是独自上涨的 那么标普的其他10个板块的盈利能力 其实前瞻预期啊 咱们也讲过 在整个的2022年 要不是这个能源板块 它的盈利预期比较的好 整体的表现其实并不算特别好啊 所以呢 总体上我们能看到现在指数 虽然还顶在那儿 标普还顶在那儿 但是从板块上大家都下跌的挺多了 除了能源板块之外 其他的板块都是跌的已经挺惨了 也已经其实反映和计价了 这些板块前瞻增速放缓的这么一个预期 所以整体上的市场 现在就显得成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呢标普只有能源板块 一个板块它是个压仓石 它如果不倒 只要它横着 那么标普还能挺一挺 如果在二季度财报前 能源板块也开始往下掉了 比方说不小心掉到了200均以下去了 那这个市场可就真的是有点 不能说不好看的 那应该会相当的难看了 我这里说的是二季度财报前 还有大概几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希望能源板块能够顶住 好在是最近的油价还比较的稳定 一直维持在110附近 也是为整个的油企提供了必须的一个支撑 但是它还能不能继续往上涨 它横在这和它继续往上涨 其实这是两码事 能不能涨完全取决于油价 因为油价当前的价位 包括油企现在的价位 已经计价了当前110块钱的油价 大家如果看涨油价 特别是看涨要跟随巴菲特买入油企的 相当于你要继续看涨油价的上行 这个地方大家就需要自行去斟酌一下了 但这里我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因为最近很多朋友看到巴菲特买入 再加上能源板块 整个表现也比较强势 跌的最少 最近又有反弹的迹象 还想去了解一下 关于巴菲特买OXY的一些情况 或者说能不能追 我能不能买 还是我应该怎么样去思考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这个提醒 我相信我的本意是很善意的 如果说完之后 如果你确定你还要买 或者还要怎么样去做 是你自己来做决定 但是我背后的一些逻辑跟大家讲清楚 巴菲特在周一 我们看到又买入了部分的OXY 对吧又是买入了一些 现在已经成为了西方石油流通股的最大的持股股动 16点多了 这个持股比例 就是流通股的 当然不是他们的公司的最大持股股动 好 从它的角度上来讲 当前账面 股价账面的收益 比如说买入股票 涨了 50几块钱买 对吧 买了以后它涨到60块 这只是它考虑的一个方面 这是它股价上涨 账面收益 这是一个方面 如果股价不涨 后面开始下跌了 股价不灵了 那么它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它还可以有像收购邀约这种 现在它的持股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对吧 还有持股邀约 收购邀约这种形式可以走 它可以炒股 把自己炒成大股东 但你能不能 你要想清楚 它如果把自己炒成大股东 最后如果去发出收购邀约 去收购西方石油部分的股份 更多的股份 试图获得一定的控制权 那个时候 从它的角度 它就不是在炒股了 它就是长期的公司的股权 和资本性的投资的预期了 那么这个就是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伯克希尔哈萨维的 一个重要的石油业务的组成部分 它的抗风险能力 显然要比 比如说咱们散户买入股票 然后只能看涨 然后靠股票的账面赚钱 要比咱们的这种风险 抗风险能力要强得多 所以我这里要说的观点是 不要认为巴菲特买入OXY 就一定是看涨油价大幅上行 因为它买的太多了 从流通股的比例来讲 它还有别的选择 它完全可以接受下跌 如果未来发起收购 未来掌控一定的控制权 它可以获得这家公司 稳定的现金流 那就是一门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生意了 它就不仅仅只是投资 股票的账面的资本收益 所以你要想好 如果你要去追涨油企 你能不能接受下跌 对吧 它可以接受下跌 但你能不能接受下跌 仔细斟酌 因为大家的投资思路不同 你不能完全抄作业 所以我把这个思路跟大家讲一下 它买入不一定是完全 只是为了看涨油价继续上行 这是一个潜在 对你投资的一个潜在的风险 好提醒到这儿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继续看涨油价 你就继续买入 如果你不看涨油价 你认为油价为了有回调的风险 或者有横盘不动的风险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不买入 对吧 这个大家自己选择 但它的强制称52到61.5 就在这个地方 OXY 好 然后说一下我的持仓的仓位 我的这个仓位 在上周增加了部分的仓位之后 目前的正股的持仓 就现在这些里边的正股持仓 是38% 那么短线的期权的投机仓位 短线期权的投机仓位 说清楚 是8% 因为那边的仓位 是经常会变来变去的 那么总仓位是46%在运转 在这些正股上呢 我还有一些会去找机会加仓的 因为上个星期是没有机会加嘛 所以呢 这一次如果有机会它下跌了 我还是会去加一加仓的啊 这些预备要上车的 比如像 NVDA NVDA的120到160 我是要预计还要去加仓的 但现在呢 只完成了1% 后面还有3%的仓位 要等着去加 包括苹果在上一轮下跌 我也并没有加上仓 因为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 当时呢 有点犹豫也没加上 预计的加仓位置是12到135 如果有机会再次回来这个区域 做一次二次测试 我或许还有机会去加到一些仓位 包括还有像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加仓的位置 是77到82的位置 眼看着呢 也还有机会 有可能会去走一走 摸一摸 对吧 你包括呢 还有像MA这样的股票 这个在上方的290到315 这个地方之前又涨上去了 没加成 之前掉下来的时候呢 由于机会 这个见底形态 直接形态呢 并没有特别明显 所以没加上 但是它直接就蹦上去了 那么如果有机会 继续往下掉一掉 还会去考虑去加一加 但所有加仓的前提 和这个位置都是基于我现在 只有38%正股持仓的情况下 而且这里边呢 有一些股票还会涉及到止损 仓位被打出去 比如说像PayPal PayPal的这个止损的位置 和大家讲过之前 是在跌破69之后 我会选择轻仓止损避险 把这只股票轻仓掉 它是我占了一个6%的仓位 如果轻仓掉 预计会对我的总仓位造成 3.5%的一个亏损 这是在预计之中 有可能会去做的 包括还有在最近建仓的想做一做波段的U 这只股票也想一想 这个地方37.1%到42.5% 这个位置我还会去补一点仓 找一个止跌形态补一点仓 补完之后 整个就是一个6%的仓位 跌破止损位是28.8% 那么如果这个止损会有一个1.8%的浮亏 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两只股票往去打止损的话 我的正股持仓会减少12%左右 相当于我的正股持仓一口气 就从现在的38%就减到了26% 然后其他的仓位如果再加一加 也是维持在30%几 但大概就是40%左右的一个水平 再加上正股持仓 在这个位置我大概还是一个50%的一个仓位在运转 所以跟大家讲清楚这个情况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投资的思路不一样 必须要讲清楚别人说有的买了有的卖了 怎么买怎么卖啊好还是坏啊 这个没有什么统一标准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系统的计划和安排 好那么今天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未来的几天会陆陆续续的有更多的数据讲话会出来 大家总之如果你短线看不懂的 你就多看少动了 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仓位要控制好 同时要设定计划买入之后 如果上涨了怎么办 如果下跌了又会怎么办 同时要做好一定的心理上的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确认了一个衰退的指标 今天是一个确认的衰退指标 相当于四分之一已经是确认衰退了 接下来看另外的三个指标 还能不能陆陆续续 都是完全确认进入衰退 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